凌晨三點多這棟大樓某住戶報案說自己遭人挾持 遠景持防難盾牌到場 反倒被鋸於門外 警察 警察在外面說要把牽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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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遠景只好請管理員幫忙才能上到樓上 但報案的住戶說什麼就是不肯開門 警方只能在門外用電話跟他們溝通 遠景還通報消防人員必要時要破門而入 雙方就這樣僵持了一個多小時 報案的就是這名男子 他跟警方說 挾持他們的人已經從樓上跳下去逃走了 但他精神恍惚 而且他的女朋友在一旁 說話也是不清不楚的 兩人大半夜到底在搞什麼鬼 遠景覺得是有蹊蹺 兩人一絲吸毒 精神恍惚還一直胡言亂語 明明跟警方報案說他們招人挾持 要遠景趕快來救人 卻把遠景鎖在門外一個多小時 很有可能藥品早已經被夜面證據 這次發生在高雄岡山移出大樓 5號凌晨3點多 這對男女朋友疑似謊春遭人挾持 實際上是在屋內拉K 產生幻覺 事後警方將女子先行送醫 也將男子帶回派出所徵序 要來釐清案情 東山新聞崔文沛在高雄的參謀報道